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那載獲證券這邊有一些種類 這個有考 不好意思 那個像老師上網的時候 我們最近呢 比較貼心一點知道 這個紅色的 你們就注意一下 那也是說你們聽到這些的時候 這個就是國考大綱裡面相關的內容 在這個地方呈現 好不好 那你們就注意一下 那載獲證券 它的很多分類的方法 給大家做參考 這邊有分什麼 是不是有售貨人的記載 是不是貨物已經裝傳 是不是有無批註 是不是運送型態的不同 是不是載獲證券的內容的減凡 對不對 這個我們就剛講過了 就是它如果很長 很完整 我們就要嘗試或全市 或凡市的 Long form 或是Long terms的那個載獲證券 要不然就比較簡單的 Short terms OK 然後這個我們講過了 我們這邊可以一個一個簡單的來講 我舉個例子 我們講這個好了 載獲證券上面有沒有批註 這是什麼意思 你們要知道 載獲證券有一個很重要的三大功能 裡面一個叫收據的功能 對不對 好來我交給你100箱 100箱 你就給我100箱的收據 對不對 但是呢 我交給你100箱 結果有一箱 已經破包了 破包你知道意思沒有 可能包裝不太很好 那已經有點破損了 那請問你應該怎麼辦 我交給你100箱 100箱數量對 你就一定要給我100箱 但是問題是你收到的貨裡面有一箱 上面已經有破損了 當然你到郵局去 郵局說 這個部分你要旁邊有塑膠袋 旁邊有貼布 你再把它貼好 他可能會叫你貼好 但是我交給你 裡面有一箱已經破損了 請問你該怎麼辦 你正常來講 這張收據你要寫 你一定要寫什麼 我收到100箱 但是裡面有一箱破損 知道意思嗎 一定要記載嘛 為什麼你不 你如果不記載 會發生什麼事 會發生什麼事 以後會糾纏不清嘛 為什麼 當你把這票貨 運到目的地的時候 結果人家收到的貨是 100箱 有一箱破損 這一箱誰弄壞的 對不對 對不對 馬上有一個問題啊 馬上說那是你弄壞的啊 那是你弄壞的啊 OK 這個叫 這個叫remark 就是說我交給你100 我跟你講 我要交給你100箱去運 我交給你100 那你在上面呢 如果 我跟你講的東西 你實際上的東西 如果不一樣 你在上面做了任何的互助 這個叫remark 知道我意思嗎 那我們 我們的食物上面 或是學理上面 就叫這個叫不清潔提單 OK 這叫不結提單 只要有任何的互助 或remark的提單 基本上 它就是一個不清潔的提單 OK 那如果沒有100箱 那就100箱 代表這100箱 數量 對 外包裝完好 知道我意思嗎 然後 沒有任何的 那個破損或污損 OK 這就是你所收到的內容 同樣的 這些內容 你未來交給售貨人的時候 你也要這樣子的內容交給他 對不對 這樣才合理 這樣才整個環節 才會緊扣的起來 要不然會出事 那原則上 我們就會看到 它是有清潔的載貨證券 跟不解的載貨證券 那不解就是 它有一些 一些包括數量的記載 不對 例如 我跟你講說要約100箱 但事實上 我只有給你幾箱 99箱 知道嗎 請問你要寫100還是99 當然寫100 是嗎 還是寫99 我們後面會看 注意 這很重要 這個跟後面的記載有關 後面記載有關 那 還有就是 例如你情況是說 我給你100 我就是給你100 但是呢 有一些已經破包 可能一兩箱破包 那有一些可能 有被人家重新貼封過 還是怎麼樣 這個有異狀的時候 你可能要做一下remark 那這些我們就叫 所謂的不解的載貨證券 這個給大家做參考 那再來 貨物是不是已經有裝傳來做區分 因為我們為什麼來講說 載貨證券基本上要 我們叫bills of loading 或是bills of lading 對不對 原則上是要裝傳之後 才簽發的載貨證券 那你要知道這是早期 那是鐵達尼號那個時代 或之前的時代的一個概念 但是後來鐵達尼號之後 就大家你們都知道 運送期間慢慢改了嘛 那我可能在港口我就收到貨了 那如果說那個時候 我在要等到裝傳再來簽 我變成我是不是要簽兩次 對不對 是不是要簽兩次 所謂簽兩次意思就是說 我可能要先簽一張收據 收據完等貨物裝傳之後 我再要再簽一張載貨證券 就變成要簽兩次 那就麻煩 所以有些時候就比較 用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就是說我載貨證券我還是簽 我還是簽 我還是給你 我就給你一張就好了 就先給你 給你呢 那時候我上面 都還沒有 還沒有加注貨物已經裝傳 知道我的意思嗎 那個叫所謂的代運 它只是receipt 就我收到貨了 我收到貨了 但是呢 等了貨物裝傳之後 你再來上面蓋兩個日 一般來講就上面 用一個章來代替它 叫onboard 知道我的意思嗎 就是已經裝傳了 就已經裝傳了 這樣蓋下去 代表它已經裝傳了 所以我就不需要 再給你另外一張載貨證券了 所以它一樣有證券 它就分為所謂的代運 就是已經代表 它只是收到 還沒有裝傳 另外一種是 已經裝傳的載貨證券 那我們法律上 所規定的載貨證券 基本上就是在講 已經裝傳的載貨證券 已經裝傳的載貨證券 這件事情很重要 因為這個概念 會跟國際貿易結合 那在國口大綱裡面 這個部分也被呈現出來 我們後面會看 所以呢 以貨物是不是裝傳 這個觀念上來講 又分為所謂的 以裝傳的載貨證券 跟什麼 代運的載貨證券 這幾個 比較簡單的 還有 依照運送型態的不同 會有一些區分 一種是直接運送 直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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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運的載貨證券 是比較簡單 就是說我從AD到BD 那裝貨港卸貨港 就是A港B港 OK 很清楚 那個叫直運 這個叫直運 另外有一種是轉傳 你要知道 我先跟你講 來 同學 今天有一票貨 你要賣到哪裡去 賣到 獅子山共和國 獅子山在哪裡 西飛 哇 西飛 西飛的話 你覺得台灣有哪一家船 哪一家公司的船 可以直接從台灣任何一個港口 到獅子山共和國嗎 你了解嗎 就像說 今天我們台北 有沒有任何 不不不不 我們新莊這邊 有沒有任何一部公車 可以從這邊直接到太馬里 台東的太馬里一樣 有沒有 沒有 原則上沒有 你一定要怎麼樣 轉 你一定要轉 所以正常的方法 有可能會怎麼樣 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 像這種 我沒有說 獅子山很落後 很偏遠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因為航線的問題 那個地方 對我們來講 我們業務量很少 當然自然就不會有船去 對不對 那是當地可能會有 所以我們可能 一般 我跟你講可能會怎麼轉呢 一般來講 可能會 比較 常見的方法是 可能從台灣 先到哪裡去 你知道嗎 先到南非 南非 南非因為是一個 非洲南部的最大的 一個 一個 貿易的地方 那邊是一個 算是南部最大的 那個 港口的集結地 那台灣有很多船到南非 那我就到南非 然後再從南非怎麼樣 南非那邊 因為它是非洲的一個很重要的港口 對不對 那邊不管是 德爾班 伊麗莎白 那些都是一些重要的港口 那邊就會有船 會到哪裡去 會巡航到整個那個什麼 可能會整個非洲的各個港口 它都會有船 知道我意思嗎 OK就像說我們先做火車到哪裡 先到台東 那台東自然就會有搬車到太馬里 知道我意思沒有 就是類似這個概念 我就要轉船 到南非 德本 或是說 伊麗莎白 然後再從那邊 或是開普敦 然後再從那邊 轉當地的一些小船 到獅子山共和國 那個就會牽涉到轉船的問題 知道我意思沒有 所以運送絕對不是你想的 是說 哇一定是一段一段 一定是整段的 沒有 很多都會牽涉到轉船 那很多會牽涉到聯運 聯運 這個我們不講 聯運 基本上說可能會有 這我們有概念 其實有講過了 聯運就是說 一段一段接的 一段一段接的 我可能 台灣到日本 是A公司 A運送人 運送 然後呢 日本到 可能到 到哪裡 日本到 北海道 可能是另外一家 小船公司接手 這個叫聯運 那你不是找一家公司 你是兩家公司一起找 這個是聯運 這是一種運送模式 那再來另外一種是 Mountain Model 多次運送 這個就是 牽涉到兩種以上的運送型態 例如 它有海空 它有海路 它有海鐵 知道嗎 有沒有 鐵路運送 知道嗎 來 我就問大家 我說 我今天有一票貨 要從台灣基隆 要到芝加哥 那個歐巴馬的故鄉 對不對 芝加哥 芝加哥在哪裡 芝加哥是美國 中部最大城 密西根府的最下面 老師有湖 那有通大海 那邊叫什麼 武大湖有通一個叫 聖羅倫斯河 應該可以 船呢 就從聖羅倫斯河河口 直接航向武大湖 就可以到芝加哥了 好像想的好天真 可以啦 可以啦 不過你要先飛越什麼 哪一個水 哪一個 哪一個瀑布 哈 你那艘船要有裝翅膀 要先飛越寧加拉大瀑布 對不對 是嗎 好啦我們笑話 講一點笑話好了 不對啦 所以正常來講 沒有人這麼運的啦 要運怎麼運呢 就是你今天亞洲嘛 亞洲我們就橫越它大西洋 太平洋就好了 我們到太平洋的那個美洲的東岸 例如比較常見的可能是哪裡 可能是 舊金山洛杉磯那個港口 Long Beach那個港口 或是你到Seattle都可以 那邊都有港口 或是你到 你到那個加拿大的那個 溫哥華那邊也都有港口 然後那邊你把貨卸下來 然後搭什麼 搭鐵路運輸啊 對不對 鐵路運輸就可以直接幫你 載到那個芝加哥去了 那這個叫多勢運送 多勢的概念就是說 你有什麼 你有海運 你有 在這個例子就是你有什麼 你有鐵路運輸 知道 那個叫兩種以上 我們叫多勢運送 我們叫多勢運送 那這個我們後面都會介紹 因為我們有條文 海上有它的責任 它的責任的規範 它的責任的基礎 跟貨物在路上的責任基礎 跟貨物在航空的責任基礎 還有貨物在鐵路運送時間的航空 那個責任基礎 其實都不一樣 知道我意思沒有 那我們最後要去做區分 要做區分說 如果這個貨在什麼階段壞掉 應該要負擔怎麼樣的責任 其實是不一樣的 知道我意思沒有 這個叫多勢運送 很討厭很討厭 這個有點對你們來講 你們了解說 老師我們上海上 應該是只有跟海上有關 你牽涉到多勢運送的時候 你就會牽涉到 那個路空兩個領域的問題 給大家做了解 好 再來最後一個是收費的方式 有一些是運費會預付 有一些是運費會到付 運送的基本 我們國內的學理上面 我們會 我們大概講運送的本質 它的性質比較類似承染 比較類似承染 承染原則上是要工作完成之後 才給報酬的對不對 這是基本原則 這個在各的一個規範 大概是如此 就是說承染原則上是要工作物完成 也就是說運送的話 原則上不應該先給錢 原則上是要整個到達目的地的時候 我再跟你收運費 你運費不給我 我就行使劉志全 對不對 了解意思嗎 我就貨物不給你 就這個概念 但是契約 契約自由 請問你能不能先給運費 當然可以 對不對 像你在 像我們台灣我們在寄一些什麼 宅集片什麼 你都先一定是先給運費 一樣的概念 像這個叫 那如果你預付的話 你一定要先寫 你一定要先寫 那個上面要寫 那個運費已經付了 那這個部分也會跟國際貿易有關 我們後面會看到什麼 CIF FOB 來 我們後面會講 但是我先問大家 大家是 大部分是財法系的同學 CIF有沒有包括運費 如果CIF有包括運費 有嗎 要有啊 CIF啊 F啊 你們不要只知道F4啊 F有一個 一個F叫flat 就是運費的意思啊 F運費 C就是cost 就是貨價 I就是insurance F就是保險費 F就是flat 就是運費 好 那來 如果你的買賣條件 叫CIF 那代表 你的這個載貨證券上面 是應該 蓋的章是 Prepay還是collect 是預付還是到付 思考啊 我說我要跟國際貿易結合啊 因為國考大綱要求啊 請問是預付還是到付 到付還是預付 不是 題目問題不是一樣嗎 到付還是預付 預付還是到付 預付啦 已經預付了 已經Prepare了啦 已經預付了啦 為什麼 因為你的買價裡面 已經包括運費了嘛 所以 你付給我的錢 你付給我的錢裡面 已經有包括運費了 代表運費 我在裝貨港 已經付給運送人了 知道我的意思嗎 我錢運費已經 因為你的運價已經給我了嘛 你的給我的價金裡面 已經有包括運費了嘛 那我收到價金的運費裡面 我的運費是 運送是我要安排的 我要事先付給誰 付給運送人 已經付給他了 付給他我的載貨證券上面 當然要蓋Prepare的嘛 就是已經預付了嘛 知道我意思嗎 OK 這個跟 這個跟國際貿易條件上 還是要結合的 還是要結合的 如果我今天是CIF條件 結果我們 載貨證券上面還是collect 哇這下子就不對了 這下子內容就不一致了 好嗎 這個要了解一下 好再來 再來就最上面這一欄 你說我們就最複雜的 我們就最上面來講了 再來呢這個部分其實大家 從大三同學的角度上 應該是有學過 應該是有學過 為什麼呢 為什麼會說學過呢 因為它出現在好幾個地方都有 好我舉個例子 像公司呢 你們學公司法 公司有股票 股票就有所謂的記名股票 無記名股票對不對 有嘛 有記名股票 無記名股票嘛 這個部分 因為公司法是上個學期學的 所以理論上 大家已經有這個概念了 那如果 你們的公司法 如果沒有學到這個 有可能 有可能 那我們的載個 載個 到最後章是定期什麼 最後章有那個什麼 記名證券跟無記名證券 對不對 好像22章 22節 23節左右 那邊也有 那因為它比較後面 所以我不確定 你們已經上到那裡了 知道我意思嗎 OK 它是在講這個概念 就是在講這個概念 在講這個概念 那這個概念 我們稍後 也會有些圖形 給大家看 記名就是 他的受獲人 很清楚已經寫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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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C已經寫了 受獲人就是他 就像我們記性一樣 收件很清楚都已經寫好了 指示式證券是 他沒有指寫 他還要 因為他一定要再轉換 所以他是代某人指示 代某人指示 那個不記名證券 基本上就是我們 所謂的無記名證券 知道嗎 他基本上 售貨仍然是空白的 就像我們這個無記名債券 無記名股票一樣 原則上 誰是這一張載貨證券的 假設這一張是無記名證券 無記名的載貨證券 誰只要是合法持有人 當然偷竊 那個食貨 可能會有權利的問題 如果他是合法持有人 誰拿到這一張 誰就是這張載貨證券的權利人 知道我意思沒有 那是無記名證券 這個有三種 那你會覺得還是有一點點模糊 然後我們要往下看 我怎麼馬上千花流成 為什麼沒有看 等一下 等一下 我不是這邊要講 不是這邊要講 而是那個 他的內容的部分 應該要在上面我們做說明 在載貨證券這一塊 在這一塊 在上面 在這邊他雖然是託運單 但是他的格式很類似 在他上面有三個欄位 在你們回去看老師的網站上面 我們有完整的 而且上面都已經有 中英文對照的那個格式 你看一下前面這個地方 這三邊 這三邊 這有三個欄位 很重要的欄位 第一個欄位叫 shipper 託運人 那如果用郵寄來講 就是寄件人 對不對 shipper 第二個欄位叫 consignee 售貨人 如果以郵寄來講 就是所謂的 收件人 知道我意思嗎 OK 收件人 一個叫shipper 一個叫 consignee 託運人 售貨人 第三個欄位叫 notified party 就是 受通知人 受通知人 你們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區別 受通知人 海運 因為它牽涉到信用狀的問題 大部分的國際貿易 會牽涉到信用狀 它就會產生這樣子的情況 那我們先講 來我們要找一位同學 誰願意志願 那個沒有了 沒有要叫你做什麼事 我們直接講 我們就直接找 shipper 叫 黃 某某 OK 我東西要運給你 黃某某 康塞尼 叫 叫黃醒文 黃醒文 我以為叫陳真 還是黃某某 沒有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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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講黃某某 要寫黃醒文 知道是什麼 康塞尼寫黃醒文 這叫什麼證券 這叫記名 這叫記名 很清楚 就只有黃醒文三個字 就叫記名 那Notify Party寫誰 通常也會叫 也會寫黃醒文 就黃某某 黃醒文 黃醒文 那Notify Party的目的 要跟我們上 上個禮拜上的 那個第五十條有沒有 或要到了不是要通知嗎 有沒有五十條 那時候我有批評五十條嗎 或到不是要通知嗎 對不對 通知誰 那個條文跟這邊結合 通知誰 通知誰 就通知那個欄位上面的 黃醒文 知道意思沒有 通知你 通知你的意思 知道 OK 黃某某 康塞尼 黃醒文 Notify Party 黃醒文 這個叫記名證券 記名證券 對不起 只有你可以來提貨 只有你可以來提貨 原則上只有他可以提貨 只有他可以提貨 原則好不好 原則 這個有很重要的特別的物權證券 我們會再來講 第二個情況 來了 第二個情況來了 Ship還是我 黃老師 黃某某 康塞尼呢 寫喔 寫喔 這個不是你啦 我們 我東西賣給你 因為我不知道你的信用怎麼樣 對不對 國際貿易嘛 所以呢 我們之間的貿易 貿易是有銀行介入的 就是有國際貿易 就是有那個信用狀的問題了 就是你有經過銀行了 那後面的那一位小姐 你今天 算他衰啦 好不好 比較倒楣一點 你今天要當哪一家銀行啊 倒楣喔 當銀行還倒楣呢 這實在是 今天當 因為銀行有幾家賺錢 這個財包出了幾家賺錢 幾家虧本啦 只好賺錢了 好了 解決一下富邦好嗎 好富邦喔 你是因為 我他今天跟我買貨 他要付錢給我 他是透過你來開狀的 開信用狀的 知道我意思沒有 那你們中間什麼關係 我不知道 那開狀銀行是你 那這時候來了 這時候注意了 你叫富邦對不對 來了 上面寫喔 shipper 黃某某 康塞尼寫誰 你知道嗎 寫 戴富邦銀行指定 來了齁 這個叫指示證券啦 這叫指示證券 英文叫 to order to order of 富邦 commercial bank 了解意思嗎 就戴誰指定 就戴銀行指定 所以一般來講 如果我看到 to order of 什麼什麼銀行 基本上很清楚 這一張這個 貨品的買賣 基本上是信用狀買賣 好 notified party 是誰啊 黃醒文 知道嗎 了解齁 這個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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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示證券 to order of 某某銀行 或是to order of ABC 都可以 都可以 知道我意思沒有 不一定是銀行 也可以to order of 黃某某也可以 知道我意思嗎 那個叫 指示證券 第三種證券是 無記名 無記名證券的話 SHIP 是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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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還是黃某某啦 康塞利呢 那一欄基本上 是空白的 沒有任何連 連銀行也沒有 連那個 連黃小姐也沒有 都沒有 那有些時候 他只有寫兩個字 叫to order也可以 那個叫 那個叫 無記名證券 notified party呢 這個欄位寫誰 不一定 原則上可能會寫黃小姐 原則上會寫黃小姐 但是就是我獲到 我就通知他就對了 我就通知他就對了 但是呢 他是不是權利人 我不知道 知道我意思嗎 但是我要通知他 他那個運送要求 要求我通知他 OK 這樣可以理解嗎 這三個方式 你們要先記一下 這是航運上面 很常見的方式 第一個是記名證券 怎麼樣的記載 你們自己寫好嗎 第二個是指示證券 怎麼樣的記載 大家自己寫 再來是無記名證券 是怎麼樣的呈現 我想這幾個情況 給大家做理解 理解完之後呢 這個就是載貨證券 售貨欄的記載 為區分的原因 OK 可以 因為他牽涉到 權利的問題 誰是最後的 權利人的問題 他牽涉到 背書轉讓 誰最後有權利 來行使 來提領這票貨物的權利 所以這個收穫人的記載 非常的重要 那這是整個載貨證券的總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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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